哈囉大家好我是偉恩 歡迎來到晚二的第一關 第一難關啦不好意思 第一難關可是也是倒數第二關了 為什麼要這樣對待我們 反正這一關就像我說的 問題就出在那隻影翅 那隻影翅 它會對所有 智力系的英雄造成毀滅性的打擊 所以我們要怎麼對抗那隻影翅 很簡單 你可以 上 維納斯 但是一上維納斯 我這就不平民了 所以唯一的辦法是靠連 怎麼個靠連法 用閃的 那泰坦目前 我有九八隻 平民八隻泰坦裡面 誰會閃 那個誰 翅翅翅翅或許會閃 翅翅的閃好像也不太夠啦 反正翅翅能閃 翅翅能閃 以太能閃 但是影翅是切後排 所以結論是有兩隻是前排 所以我們只能靠 以太用閃的 我們只能靠以太用閃的 沒錯 然後撐到冰龍大出來 我們就贏了 對 所以Rig很多次是很正常的事情 反正就 萬惡的影翅啦 主要是他還是BOSS 所以很痛 然後看到繁星有大不要動 重點繁星有大不要動 這隻繁星的大你千萬不要動 Rig了Rig了 在補血補不上 那很容易出問題 這一關重點還是 冰龍的奶 重點還是冰龍的奶 跟以太有沒有閃 你看 剛剛死繁星 現在死得魯伊就是這樣 他會對活來自利息造成 知名的打擊 但是偏偏太坦目前 好用的 就是自利息偏多 所以沒辦法 必須克服這個臉的問題 這個大就是不要動 那承希就盡量動 然後就趕快開始按 按到什麼是什麼 這個炸下去有了 這個炸到就有了 這個炸到就有了 那冰龍等他蘇醒過來 好居然還沒有大 好啦這個大有 冰到就有了 反正這關影翅太痛 一切看連 就這樣 沒有什麼好說 影翅太大 一切看連 然後關於血量的部分 放心我們帶了兩個奶 有兩個大奶 回能回血一把招 還有兩隻 還有霧免龍跟磨免龍 我們可以慢慢磨 那接下來的操作 我相信大家也很清楚 就是卡爆黑瓶 對就是卡爆他的黑瓶 那我可以告訴你 這邊是打不死那隻DP的 沒錯 這邊是打不死那隻DP的 要靠後續再補上大絕 雖然說那隻DP打了也不痛 還有這隻白牛我都忘了 其實也不用補上大絕啦 你看 隨便AA他就死了 所以我說22張真的很簡單 問題都在第一關 那這邊也是一樣的 全部人亮了之後呢 卡一破黑瓶 穩穩的卡一破黑瓶之後呢 影翅就會死了 然後運氣好好的話 白牛連出來都不會出來 他就死在後面了 真的很好笑 好啦 失望死去啦 你看白牛連出來都沒出來就死去 簡單來講 22張一人以蔽之 難得在第一關 其他都沒什麼困難的 那 菁英平民22-6 就怎麼待過囉 那我們要前進最後一關了 22-7 過了 菁英平民 已經過了 這次改版的關卡 就OK囉 那鑽石010就可以去抽東西囉 那我是菁英 我們22-7 再會囉 拜拜